自刘国梁被免去国家乒乓球队总教练职务之后 近半年来中国南拼连造败季 王楠的丈夫郭斌指 刘国梁即使现任仍念念不忘国家乒乓球队 最近与中国拼协主席蔡振华一同暗住 郭斌透露 刘国梁被小人算计 或重回国家队 12月20日 刘国梁好友 著名乒乓球运动员王楠的丈夫郭斌在微博里 暗指刘国梁被小人算计 而刘国梁一直在隐忍 或重回国家队 他说刘国梁血液里循环的都是乒乓 莫名其妙 无缘无故的非离开 这就是个小人名利私欲下作所为 事过半年了 领导也早已看清 请大家放心 龌龊不会永恒 我很难想象 今有有此遭遇 会选择沉默 那只能让小人蒙混过关 此前 郭斌也曾在微博透露过 刘国梁虽然已经卸任国乒总教练一职 但一职新系队员们的表现 在全运会期间 还通过手机直播观看队员们的赛场发挥 18日 2017年国际拼联世界巡回赛总决赛进入收官之日 中国选手樊正东以4比0 大胜德国选手奥洽洛夫夺冠 19日 郭斌微博再次透露 刘国亮虽然离开了总教练岗位 但他的心一直牵挂着比赛 此次更是通过电话遥控比赛 他还说 每次知道输球 人家坐不住了 从赛前分析到临场动员 指挥 虽然只是电话而不在现场 郭斌虽然没说姓名 但配图是刘国梁的简直话 让大家一目了然 刘国梁于6月20日被缅国拼总教练 改任拼协副主席 刘国梁当时也没有去旅行第18位副主席职务 而是陪伴妻子 女儿到北美等地征战幼儿高尔夫比赛 做起女儿的球童 之后 郭斌在微博直言 年富力强 正直巅峰就让人给客客气气的完了 他们折腾的不是你 是国球 对于这次人事洗牌 官方称为了发展才改变 但郭斌认为 只听说过改变是为了发展 还没听过因为太好了才改变 刘国梁1976年出生 1991年入选大陆国家乒乓球队 他是大陆第一位市乒赛 世界杯和奥运会男单大满贯得主 曾多次获得单打冠军 并和孔令辉一起获得双打冠军 2003年退役后 刘国梁很快成为男队主教练 2013年又卸任国拼总教练 2017年卸任男队主帅 执任总教练 直至6月份退居国拼副主席 比刘国梁大一岁的孔令辉 2013年成为女队主教练 2017年续任女队主教练 但在杜塞尔多夫式拼赛开幕当天 孔令辉因被爆出涉赌欠债 于5月30日被停职 中共官媒6月20日报道称 拼与管理中心正对孔令辉 相关维绩线索进行核实 并将做出严肃处理 6月24日 中国拼协官网发文解释称 体育总局决定撤销球队总主教练 改为分社男女两个教练组 是为了减少管理层级 实现队伍扁平化管理 此前已专门与刘国梁本人进行了沟通 据公开的资讯 体育总局局长狗仲文 在去年10月上任指出 就曾提出过扁平化管理 乒乓球国家队发生变故之前 羽毛球国家队 跳水国家队 均已进行了同类改革 不过 有舆论指 所谓改革与孔令辉被查 刘国梁遭罢免 军事体育总局内部拳斗的结果 刘国梁被免之后 中国男拼在外战中联吃败仗 成绩急剧下滑 10月份 在2017年乒乓球世界杯比赛时 号称中国男拼一哥的马龙 在半决赛中即被德国老教波尔淘汰 这是中国选手首次无缘世界杯决赛 创下的18年中最差成绩 11月份 德国乒乓球公开赛上 中国对男拼更是全军覆没 南丹关亚军全部丢失 面对中国男拼溃不成军的惨状 外界认为这是刘国梁下课之后 中国男拼不在状态的缩影 刘国梁罢免事件发生之前 经常出现决赛中的选手 接来自中国 有人认为 中共体制内斗不断 体育界也受到牵连 在这种内耗中 中国男拼需要反思的人太多了 12月21日 川普政府发布一份 全球人权侵犯者和腐败者的制裁名单 北京一名公安局长上榜 根据国会去年通过的 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 川普总统签署了行政令 针对这些严重人权侵犯和腐败行为 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对相关人士进行制裁 总统行政令列出 13名严重人权侵犯者和腐败者 此外 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代表财政部跟国务卿和司法部长 进行商量 对另外39名相关个人和机构 进行制裁 财政部部长母亲说 今天 美国针对全球人权侵犯和腐败 采取强硬立场 将这些坏人排除在美国金融系统之外 财政部将冻结他们的资产 公开谴责他们犯下的恶行 借此发出一个信息 即他们将为他们的劣迹 付出沉重代价 根据川普总统的指示 财政部和我们的跨机构伙伴 将继续采取果断有力的行动 对那些侵犯人权 实施腐败 破坏美国理想的人追责 根据这项宣布 总统行政令以及OFAC点名的所有个人 和机构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所有资产 将被冻结 美国人将被禁止跟他们做生意 被点名的人权恶人之一 事前北京公安局朝阳分局局长高岩 美国财政部发布的通告说 在高岩任职局长期间 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 被拘禁在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 2014年3月 曹顺利陷入昏迷 死于器官衰竭 他的遗体呈销瘦状 曹顺利是在试图登基赴日内瓦 参加人权培训的时候被逮捕的 当局拒绝律师探视他 在他患有结合的情况下拒绝给他治疗 另外一名被点名的恶人 是巴基斯坦肾移植外科医生沙阿 巴基斯坦警方相信他参与绑架 非法拘禁 摘除和走私人体器官 作为巴基斯坦肾脏中心的老板 沙阿参与绑架 拘禁 摘除巴基斯坦劳工的肾脏 沙阿被巴基斯坦当局逮捕 2016年10月的一宗非法拘禁案 据报道 来自农村的24名贫穷 不实责的巴基斯坦人 被就业承诺引诱到Rampini 被关押数周 肾脏中心的医生被控计划 盗窃他们的肾脏 以便将其出售赚钱 一名被捕者告诉警方 前前后后有400多人 曾被非法拘禁在这个公寓里 其他被点名的人权恶人和贪腐剧度 还包括刚比亚前总统亚尔尔 前尼加拉瓜最高选举委员会主席 一名刚过亿万富豪 巴尔干军火商 以及俄罗斯总检察长的儿子等 日前 中俄联合反导军演已结束 虽然中俄官媒对军演高调评价 但两国军事评论人士 对中俄结盟并不表示乐观 分析认为 如果中俄难以结盟 将大大降低美国开战的门槛 朝鲜半岛开战风险再增 俄罗斯统治新闻社 12月19日报道称 从12月11日至16日 为期六天代号为空天安全 2010期的中俄第二次首长司令部 联合反导计算机演习已经结束 中共国防部对外公布 此次演习以共同应对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对两国领土的突发性 挑衅性打击为背景 采取研讨交流和计算机模拟相结合的方式 联合演练了防空反导作战筹划 指挥和火力协同等内容 有评论说 此次已经是中俄第二次举行联合反导演习 目的是为未来打造一个联合反导网 成为军事同盟做准备 俄罗斯国防部还透露 中俄两国还将在2018年上半年 举行第三次联合反导演习 虽然中俄官媒都对此次演习高调评价 不过 中俄两国的军事评论人士 对中俄结成真正军事同盟并不乐观 俄罗斯政治评论人士 阿尔肖姆特洛伊斯基说 我们看到的真实行为 同相互友好的宣传姿态不服 他说 直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没有搞清楚 为什么中国要在俄罗斯边境附近 部署弹道导弹 只是针对朝鲜半岛吗 显然不是 还有评论称 中俄互相的不信任 以根深蒂固 严重降低了双方成为军事同盟的可能性 中俄即使不断做出拥抱的姿态 却永远也抱不到一起 双方只不过是在这个展示中 获得政治 外交的利益 各取所需而已 南华早报评论说 此次演习的背景处在美韩举行联合军演 部署萨德导弹期间 演习的目的应是对此做出回应 自朝鲜发动和试验和发射导弹挑衅以来 中俄几乎一直站在统一立场 反对动用军事武力解决朝鲜问题 有分析认为 中俄如果难以结盟 将大大削弱金正恩对靠山的指望 因为无论中俄都绝不愿意 单独卷入朝核战争和美国敌对 这等于是降低了美国开战的门槛 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的风险大增 一些已被判刑的中共官员 虽身陷淋雨 仍不认罪 有的贪官在狱中享受特权 服刑如度假 有的色心不改 在监视中收集女人画片等 还有的贪官在宣判当天被保外就医 十年刑期却未坐一天牢 12月20日 央视网的报道盘点了多名贪官 在狱中形形色色的丑陋表现 沈阳市中级法院原院长贾永祥和副院长梁福全 在看守所时日均消费千余元 两人被调到一个监视 单独砍压 行动自由 召集亲友在看守所餐厅大吃大喝 最多的一次竟摆了四桌 此外 色心极重的贾永祥 还在监视中收集女人画片 将杂志上穿泳装的美女画片 和裸体女人摄影作品单独裁剪下来 加在本子中 据此前报道 贾永祥 梁福全犯罪都与女人有关 他们贪污和受贿的犯罪总额中的三成左右 用在了女人身上 2001年10月9日 贾永祥被以受贿罪 贪污罪 挪用公款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判处无期徒刑 据通报 贾永祥在位期间 伙同梁福全等人疯狂敛财 大搞权钱交易 权色交易 贾永祥也被称为风流院长 上海市委员书记陈良宇被关押在一个接近20平方米的单间监视里 内有单独的骑手间 坐驶马桶等 他多数时间穿西装 但不达领带 在每天9点到10点的单独放风时间 陈良宇一般会打太极拳 或者散步 他曾提出用个人的资金改善伙食 并开列所需食品 如红酒 陶仁等 但被拒绝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原副区长马建国因范挪用公款罪 销毁会计凭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在狱中 马建国不穿球衣 不吃球饭 可以出入宾馆酒楼接受宴请 可以回家过夜 外出与亲友会面 可以在监舍中存放现金和香烟 在狱中使用移动通讯工具处理公司事务 犹如外出度假 服刑期间 马建国为狱警们报销外出用车的油钱 为时任川西一分监区长刘伯每月发工资2000元钱 为时任川西监狱长的乌邦志还倾购房为款 马建国先后向乌邦志 刘伯等人行贿前务共计人民币31 5558元 有些落马官员入狱后 使用金蝉脱鞘之计越狱 他们常用的方式就是保外就医 2010年7月 广西原阳朔县国土局局长石某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但4年后媒体爆出 石某没有坐过一天牢 还多次出现在广州 南宁 柳州和河池等地 甚至坐飞机去四川成都 因为因起患有风湿性心脏病 膀胱癌 被肩外执行 有网民爆料 石某和情妇生死 过着住豪宅 开高档车 乘飞机 四处游玩的悠闲生活 多方消息称 习近平有意安排昔日的打虎干将王岐山 在明年两会上接任国家副主席一职 但前提是 首先要在北京选区当选人大代表 而最近传出北京人大与习近平似乎不同调 竟发声要与习的亲信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争权 因此 有分析认为 北京人大能否让王岐山当选人大代表 还有待观察 香港《明报》12月18日评论称 中共国家副主席这个职务以前有五种形态 一是胡锦涛 习近平的王储模式 二是朱德 东第五 乌兰夫 王振元老的仇庸模式 三是宋庆龄 荣毅人的非中共人事统战模式 四是曾庆红的监军模式 五是李元朝的闲差模式 评论认为 假如王岐山接任国家副主席 将创造出第六种模式 如今 他在卸任后仍不实列席政治局常委会 今后他接任国家副主席是有实权的 按惯例 王岐山若要在明年中共人大上当选国家副主席 就先要当选中共人大代表 按照他的人大代表选区在北京的惯例 那要看明年初北京人大代表的选举结果 此前 台湾联合报也报道说 王岐山将会出任中共国家副主席 报道还引述香港消息人士的话说 依据中共宪法 国家副主席的任命 形势上要等到明年两会才能正式出台 而在之前的过渡阶段 高层以言你通过中共人大常委会提案 设计一个过渡性程序 对王岐山做出适当的安排 依照中共宪法和党章 国家政府主席不需要是中共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 甚至不需要有中共党籍 也不受中共官场七上八下规则的限制 不过 联系到最近消息是 北京市人大罕见发生夺权 要求市委重大决策 必须经过人大常委会 有观点认为 北京诸事当中 暗藏中共内部权斗 王岐山是否能过人大这一关 还有待观察 12月15日 有美美刊发评论文章指 北京近期清理低端人口 保卫天际县和美改七三大行动 引发舆论强烈反弹 习近平亲信救部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成为攻击焦点 评论说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日前召开会议 要求重大决策必须经过人大常委会 一指市委不得越权擅自行事 值得注意的是 中共人大历来被认为是橡皮图章 举手机器 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权力机构 目前人大仍在江派要员张德江管辖之下 评论说 这似乎表明 此事关乎中共内部权力的博弈 不同的利益集团在背后表达不满 集团队强调当官不准懒政 各地官员就积极作为疑似 高调也好 认真也罢 都是想给习团队出难题 甚至抹黑 发泄对反腐的不满 嘴上喊万岁 脚下暗地事弹 评论认为 从形势的险恶程度来看 其未来五年并不好熬 香港苹果日报也刊发署名李平的评论文章 揭示北京三大事件是高层权斗的延续 可以佐证的 一是由环保部部长转任北京代事长的陈吉宁为受到舆论批评炮轰 二是蔡奇到了基层 就是要真刀真枪 就是要刺刀剑红的内部将话短片突然流出等 12月19日 港媒东王也在评论中说 中共内部还存在一批反对习近平的政治山头 他们想看到之江新军师证出问题 然后落井下石 进而否定习近平过去五年的人事提拔路线 评论认为 这一轮政治炮轰 虽然炮口对着蔡奇 但真正攻击的却是习近平 可谓罪翁执意不再久 中共中宣部日前印发通知 号召文艺工作者努力做新时代红色文艺青奇兵 有学者分析 这明显是沿习文革的一种做法 但现在时代不同了 官方想效仿毛时代的做法 预料将已烂尾收场 12月17日 大陆党媒报道称 中宣部日前印发通知 要求各级宣传文化部门和单位 打造更多红色文艺青奇兵 红色文艺青奇兵是文革时代的标志之一 据称 中宣部要求宣传红色文艺青奇兵的起因是 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又齐乌兰木齐的16名队员 写信给习近平 汇报乌兰木齐60年来的发展情况 习近平11月21日回信乌兰木齐队员表示 在新时代希望乌兰木齐以中共十九大精神为指引 大力弘扬乌兰木齐的优良传统 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青奇兵 习近平的回信披露后 天津及在全市文艺界启动做新时代红色文艺青奇兵主题活动 随后 中共中央宣传部也印发通知 号召文艺工作者努力做新时代红色文艺青奇兵 中国历史学者张明对香港《明报》说 这很明显这是复古的一种做法 官方有很强烈的意图仿效毛时代的文艺形式 毛时代以轻奇兵的方式推广毛泽东思想 但现在时代不同 官方想效仿毛时代的做法 估计效果不大 预料已烂尾收场 中国著名老作家铁流 此前分析 习近平的家庭背景以及现在的社会发展 决定习已不可能再走回头路 铁流说 因为习近平的出生 他的家教决定了他不会走毛的路 这是我的观点 他不能忘记他父亲被关押了16年 他忘记不了他很小的时候就受到迫害 被牢叫 他如果再走这条路 就要遭天下人谴责 他父亲在名下也会骂他 铁流表示 在一个科技已经发展 已是信息时代的时候 现在发生任何一件事情 五分钟就会传遍全球 习近平即使想走 也走不了 这条路也走不通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 感觉习近平绝不会走毛泽东的路 绝不会当毛泽东 铁流强调 现在中国只有开放经济 开放民主 才有希望 外界曾一度认为 如果王岐山退休 栗战书是接班最佳人选 不过栗战书最后却内定接手人大 大纪元消息 其当局此举事为了保障国家监察委的设立 中共新一届常委中排名第三的栗战书 预计将接掌中共人大委员长的职位 并分管港澳事务 而中共十九大前 栗战书一直被认为是接任中纪委书记的最热人选 日前 大纪元获得的内部消息是 栗战书没接替王岐山的最大原因是 国家监察委的设立需要人大的支持 需要加强人大的作用 这就需要一个靠得住的人选 而栗战书过去有党务经验 处事沉稳对习近平忠心耿耿 无疑是习近平最佳的人选 消息称将害常委张德江执掌人大 暗中作梗 没少给习近平添乱 在中共的权力体系中 全国人大虽然名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但向来被认为只是橡皮图章 不过在程序上 中共行政官员必须经过人大的选举和任命 人大名义上还拥有立法权 这也正是张德江给习近平小区所议仗的 今年11月7日 中共公布的监察法草案中提到 国家监察委员会和主任都由全国人大产生 副主任 委员则由主任提醒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 该草案将于2018年3月提醒人大审议 国家监察委的设立 被认为是中纪委的一次大扩权 监察委监督范围涵盖了中纪委无法触及的非党员公务人员 而且还吞并了检察院反贪局等多个职权部门 权力也将大增 新的监察法草案中首次出现了侦查 即监察机关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 而此前纪检系统作为党务部门 对案件的侦查必须急助司法机关来执行 因此才有了对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以扶反腐的指责 时评人士崔世芳表示 新的监察委未来实际上具有了侦查和拘留权 将成为习近平当局反腐打虎的更有力工具 有关监察委的成立和相关立法 自然需要人大的支持 因此 立战书的角色至关重要 此外 香港南华早报也曾引述伦敦大学教授史蒂夫分析称 习近平任务命令战书组长人大 目的是以人大的支持为基础 推进立法改革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称 将成立全面依法治国小组 推进司法改革 有媒体认为 如无意外 立战书将兼任该小组组长 有分析指 有了习近平的支持 立战书一旦接掌人大 在接下来的五年间 中共人大这个花瓶机构的地位将会被强化 除在美国金融系统之外 财政部将冻结他们的资产 公开谴责他们犯下的恶行 借此发出一个信息 即他们将为他们的劣迹付出沉重代价 根据川普总统的指示 财政部和我们的跨机构伙伴 将继续采取果断有力的行动 对那些侵犯人权 实施腐败 破坏美国理想的人追责 根据这项宣布 总统行政令以及OFAC点名的所有个人 和机构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所有资产将被冻结 美国人将被禁止跟他们做生意 被点名的人权恶人之一 事前北京公安局朝阳分局局长高岩 美国财政部发布的通告说 在高岩任职局长期间 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被拘禁 在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 2014年3月 曹顺利陷入昏迷 死于器官衰竭 他的遗体呈销瘦状 曹顺利是在试图登基赴日内瓦 参加人权培训的时候被逮捕的 当局拒绝律师探视他 在他患有结合的情况下拒绝给他治疗 另外一名被点名的恶人是 巴基斯坦肾医治外科医生沙阿 巴基斯坦警方相信他参与绑架 非法拘禁 摘除和走私人体器官 作为巴基斯坦肾脏中心的老板 沙阿参与绑架 拘禁 摘除巴基斯坦劳工的肾脏 沙阿被巴基斯坦当局逮捕 因为涉嫌参与2016年10月的一宗 非法拘禁案 据报道 来自农村的24名贫穷 不实责的巴基斯坦人 被就业承诺引诱到Renwerpini 被关押数周 肾脏中心的医生 被控计划盗窃他们的肾脏 以便将其出售赚钱 一名被捕者告诉警方 前前后后有400多人 曾被非法拘禁在这个公寓里 其他被点名的人权恶人和贪腐巨度 还包括刚比亚前总统亚尔 前尼加拉瓜最高选举委员会主席 一名刚过亿万富豪 巴尔干军火商 以及俄罗斯总检察长的儿子等 日前 中俄联合反导军演已结束 虽然中俄官媒对军演高调评价 但两国军事评论人士 对中俄结盟并不表示乐观 分析认为 如果中俄难以结盟 将大大降低美国开战的门槛 朝鲜半岛开战风险再增 俄罗斯统治新闻社12月19日报道称 从12月11日至16日 为期六天代号 为空天安全2010期的中俄第二次首长司令部 联合反导计算机演习已经结束 中共国防部对外公布 此次演习以共同应对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对两国领土的突发性 挑衅性打击为背景 采取研讨交流和计算机模拟相结合的方式 联合演练了防空反导作战筹划 指挥和火力协同等内容 有评论说此次已经是中俄第二次举行联合反导演习 目的是为未来打造一个联合反导网 成为军事同盟做准备 俄罗斯国防部还透露 中俄两国还将在2018年上半年举行第三次联合反导演习 虽然中俄官媒都对此次演习高调评价 不过中俄两国的军事评论人士对中俄结成真正军事同盟并不乐观 俄罗斯政治评论人士阿尔肖姆特洛伊斯基说 我们看到的真实行为同相互友好的宣传姿态不复 他说 直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没有搞清楚为什么中国要在俄罗斯边境附近 梁当时也没有去履行第18位副主席职务 而是陪伴妻子 女儿到北美等地征战幼儿高尔夫比赛 做起女儿的球童 之后 郭斌在微博直言 年富力强 正值巅峰就让人给客客气气的完了 他们折腾的不是你 是国球 对于这次人事洗牌 官方称为了发展才改变 但郭斌认为 只听说过改变是为了发展 还没听过因为太好了才改变 刘国良1976年出生 1991年入选大陆国家乒乓球队 他是大陆第一位式乒赛 世界杯和奥运会男单大满贯得主 曾多次获得单打冠军 并和孔令辉一起获得双打冠军 2003年退役后 刘国良很快成为男队主教练 2013年又兼任国拼总教练 2017年卸任男队主帅 执任总教练 直至6月份退居国拼副主席 比刘国良大一岁的孔令辉 2013年成为女队主教练 2017年续任女队主教练 但在杜塞尔多夫市拼赛开幕当天 孔令辉因被爆出涉赌欠债 于5月30日被停职 中共官媒6月20日报道称 拼与管理中心正对孔令辉相关维绩线索进行核实 并将做出严肃处理 6月24日中国拼协官网发文解释称 体育总局决定撤销球队总主教练 改为分社男女两个教练组 是为了减少管理层级 实现队伍扁平化管理 此前已专门与刘国良本人进行了沟通 据公开的资讯 体育总局局长狗仲文在去年10月上任指出 就曾提出过扁平化管理 乒乓球国家队发生变故之前 羽毛球资刘国良被免去国家乒乓球队总教练职务之后 近半年来中国南拼联造败祭 王楠的丈夫郭斌指 刘国良即使现任仍念念不忘国家乒乓球队 最近与中国拼协主席蔡振华一同暗住 郭斌透露 刘国良被小人算计 或重回国家队 12月20日 刘国良好友 著名乒乓球运动员王楠的丈夫郭斌 在微博里暗指刘国良被小人算计 而刘国良一直在隐忍 或重回国家队 他说 刘国良血液里循环的都是乒乓 莫名其妙 无缘无故地飞离开 这就是个小人名利私欲下作所为 事故半年了 领导也早已看清 请大家放心 龌龊不会永恒 我很难想象 亲友有此遭遇 会选择沉默 那只能让小人蒙混过关 此前 郭斌也曾在微博透露过 刘国良虽然已经卸任国拼总教练一职 但一职新系队员们的表现 在全运会期间 还通过手机直播观看队员们的赛场发挥 18日 2017年国际拼联世界巡回赛总决赛进入收官之日 中国选手樊振东以4比0 大胜德国选手奥洽洛夫夺冠 19日 郭斌微博再次透露 刘国良虽然离开了总教练岗位 但他的心一直牵挂着比赛 此次更是通过电话遥控比赛 他还说 每次知道输球 人家坐不住了 从赛前分析到临场动员 指挥 虽然只是电话而不在现场 郭斌虽然没说姓名 但配图是刘国良的简直话 让大家一目了然 刘国良于6月20日被缅国拼总教练 改任拼协副主席 刘国有国家队 跳水国家队均已进行了同类改革 不过 有舆论指 所谓改革与孔领会被查 刘国良遭罢免 军事体育总局内部拳斗的结果 刘国良被免之后 中国南拼在外战中连吃败仗 成绩急剧下滑 10月份 在2017年乒乓球世界杯比赛时 号称中国南拼一哥的马龙 在半决赛中即被德国老教波尔淘汰 这是中国选手首次无缘世界杯决赛 创下的18年中最差成绩 11月份 德国乒乓球公开赛上 中国对南拼更是全军覆没 南班关亚军全部丢失 面对中国南拼溃不成军的惨状 外界认为这是刘国良下课之后 中国南拼不在状态的缩影 刘国良罢免事件发生之前 经常出现决赛中的选手 接来自中国 有人认为 中共体制内斗不断 体育界也受到牵连 在这种内耗中 中国南拼需要反思的人太多了 12月21日 川普政府发布一份 全球人权侵犯者和腐败者的制裁名单 北京一名公安局长上榜 根据国会去年通过的 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 川普总统签署了行政令 针对这些严重人权侵犯和腐败行为 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对相关人士进行制裁 总统行政令列出 13名严重人权侵犯者和腐败者 此外 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代表财政部 跟国务卿和司法部长进行商量 对另外39名相关个人和机构进行制裁 财政部部长母亲说 今天 美国针对全球人权侵犯和腐败 采取强硬立场 将这些坏人排除